大家好,我是Dan Big Bang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天团Big Bang在4月5号凌晨零点 推出了新曲 而在不到9个小时的时间 就登上了韩国最大音乐网站 美伦的排行一位 MV观看次数突破了1300万 在美国,韩国的YouTuber 也登上了发烧影片的一位 而且不只是YG旗下的艺人 包括Size,3D,TINTIN等非常多的艺人 也在现实动态上传了Big Bang的新曲 反应非常激烈 但是因为MV中的4位成员 都在不同的场景拍摄 也没有见面 而歌词里也有很多 等歌词 再加上歌曲本身的学历就很悲伤 所以凌晨真的让很多粉丝们都流泪了 而对于Big Bang的新曲 当然也是有 是因为太期待了吗 觉得很普通 古老的感觉 应该只有那个年代的人会喜欢吧 引起这么多问题的歌手 也让他们拿到一位 真的都是狗猪 等负面的留言 但是也是有非常多这种的留言 歌曲很好听 但是很悲伤 真的没有四个人在一起的画面 Big Bang本来就这样吗 Big Bang的最后一张专辑 Lady Beat封面也是这样 应该是代表着最后一张专辑 没有一个合照 应该也是代表着那个意思 这程度的话 不就是King of K-pop吗 出道17年次了 火力还这么强 很像是要隐退了 献给粉丝们的歌曲一样 曾经陪伴我度过春夏秋冬 所有季节的Big Bang 谢谢你们再次回来 给了我再次回想起 我的青春的机会 不过 Big Bang真的是大众们喜欢的团体 再怎么有酸烟 大家都不会受到影响 只有黑粉们在战斗 看着MV哭了 不知道看了多少次 谢谢遵守了花开的话 会回来的承诺 我们以后只走花路吧 爱你们 昨天在MV公开间 一直在担心 如果歌曲不好听的话 怎么办 真的是 可能因为是在凌晨 听了这首歌 所以更让我有点伤感 对于Big Bang的兴趣 Pum Nia Rung Kaul Kewi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希望这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Quindom 2的几个体验 第一 Hurin与Tayang的关系很好 Hurin跟打算出新歌的时候 Tayang有发过现实动态 我们Hurin疯了 Hurin转发后留言 顺便说一下 Tayang比Hurin大一岁 第二 Quindom 2的猛年女团 Kepula的成员 Chu Jin 也是女团CSC的成员 所以算个人的话 Chu Jin是出演者当中 继Hurin PPG后的排名 第三的前辈 与尤家庆古是童年出道 第三 其实Quindom 2真正的猛年女团 是PPG PPG比Kepula晚一个月出道了 第四 意大利索九的12位成员 从2016年10月公开 第一位成员Hijji 到2018年3月公开 最后一位成员Olivia Hay 是成员一位一位 按照顺序所罗出道的 但是因为在这期间 没有其他参赛的女团出道 所以前后边关系 没有变得很乱 第五 Ujus索九成员Subi 其实是比Hurin 还要走进入Starship娱乐的 入社前辈 哇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